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今天阿远就带大家好好盘一盘三战中的核心武将到底有哪些 开讲之前呢 首先大家得明确一点 所谓核心的定义 到底啥是核心啊 总不能谁抢谁就是核心吧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核心武将至少得满足两点 第一点就是广泛的试用性 第二点就是不可或缺的唯一性 简单说人话就是 首先它得百搭吧 很多主流队伍都需要它 其次 这些队伍缺了它不行 换其他人 那强度肯定不在一个档次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阿远对这些武将划分了四个档次 第一档 真正的核心 第二档 有强度但不核心 第三档 能玩但不强 四档 材料卡 好 我们先从卫国聊起 咱们先看第二档 有强度但不核心 分别是 司马仪 贾许 满宠 陈玉 张辽 夏侯渊 SP国家 国家 好招 越境 王源姬 这些武将都有一个特点 自身强度和质量都非常OK 也能进入到一些主流的阵容中 但仍然不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武将 以司马仪为例 它可以凭借自身的强度 构筑一套以它为核心的阵容 就是司马盾 但除了司马盾 它还能主啥呢 其他武将就不一一介绍了 能进入第二档 就说明这些武将的强度足够OK 好 我们看第三档 能玩但不强 分别是 点围 徐楚 徐缓 曹仁 王霜 徐忧 钟慧 邓爱 曹纯 张春华 夏侯渐 这些武将中有部分在前几个赛季还能玩 但是到了后面赛季就不够看了 比如夏侯李敦哥 我记得S1的时候小虎渐开荒是非常强势的 但是到了PK赛季的小虎渐可以说是一张材料卡 把它放到第三档都觉得有点抬了他一手 再顺便说一下曹纯 您观众朋友不解 这不就一材料卡吗 曹纯除了拆虎暴棋 自身也可以拿来去组一些突击队的 大家不要觉得废 好 我们看第四档 材料卡 分别是 庞德 于静 张合 这各三实在是玩都没法玩 如果说第三档武将还能勉强拿去凑条腿 那第四档就完全上不了台面 最大价值也就是拆战法和当事料 那魏国武将的真正核心是谁呢 想必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此人正是曹老板 曹操作为魏国唯一的核心 这是无可争议的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形容曹老板 想要玩好魏国 先看看有没有曹老板 由此可见 曹操在魏国的重要性有多高 可以说 魏国顶级的队伍里 肯定少不了曹老板的存在 所以大家抽到曹老板后 要紧紧的拽在手里 别去拆那个什么梦中事成 好 我们聊完魏国 再来看看蜀国 咱们还是先看第二档 有强度 但不核心 分别是 刘备 诸葛亮 盘统 关羽 张飞 赵云 江维 冠云 魏严 法证 SP 诸葛亮 还月音 这里肯定有观众朋友问了 刘备身为三环为啥都不是核心呢 王国帅徒的朋友应该会比较清楚 三战的刘备其实和帅徒的争诺很像 实用性确实还不错 但是绝对算不上核心 能组的队伍也非常有限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三环就一定是核心 那诸葛亮总得是核心吧 这也不能算 其实诸葛亮能给大家是一种核心的错觉 主要是因为这五将会经常出现在蜀国的一些顶级阵容中 比如SE的天枪 S2的鼠质 PK赛季的麒麟弓等等 前几个赛季确实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 但是到了PK赛季后 已经不那么回事了 甚至有些玩家在开发法证版的麒麟弓 好 其他的不多说了 我们接着聊第三档 能玩但不强 分别是观星张包 黄中马超 还挺押韵哈 观星张包这哥俩 看着战法猛如虎 一上战场250 不好意思 我又压上了 就北伐枪在目前战场上的表现而言 不可为之不拉垮 黄中马超两个假五虎 我就不多说了 就那样 OK 我们再看蜀国的第四档 材料卡 分别是徐树 炎炎 王平 陈道 马云路 张基 我相信大家关系听到这些名字 血压都上来了 蜀国不仅演员多 而且废卡也多 不瞒大家 我第一个马红的武将就是徐树 不管你堆多好的战法给他 该摆烂还是摆烂 真是把我给欺负血了 好 那蜀国的第一档核心是谁呢 很遗憾 没有 我左挑右挑 确实没在蜀将中 挑出一个真正的核心 一个阵营缺了一个核心武将 这事确实挺可惜的 好的 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 剩下的吴国和群雄我们留到下期再说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来个三年的支持 我是阿远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